兄弟们一定要听劝自驾海南 一定要在岛外就把油箱给全部加满 大陆知道海南是高速不说费的 但是它的油价是要比内地贵一块多钱 92加速了98的感觉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开一台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 综合续航1420公里的话 那就不用担心了 没错 咱们这次来到海南不是来旅游的 而是来对这台吉利银河的新建7EMI 做一次真枪实弹的油耗测试 那这次的测试路况为了兼顾到大家日常的使用场景 是包含了高速和国道各50% 来回跑100多公里200多公里 那这次的测试有点不一样 我一次省着开一次是放开了开 看一下它的极致省油 还有我们放开了开的油耗到底是多少 那这一次的测试规则 依然是按照咱们玩车教授的油耗测试的 规章制度来无论是空调动力驾驶模式 还是它的动能回收都是按此类设计 那我们现在做油耗测试的过程中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插混车才是合格的 那我个人认为首先先排除油耗电的车型对吧 那首先这台新建7 EMI 它是采用了一个极力GEA架构打造的原生的混动平台 那无论是电机电池我的线缆的布局 它在研发之初就已经考虑好了 就是我无论是体积也好效率也好 还是我的一个摆放的合理性也好 就会更好一些 那这台新建7 EMI 它就还有一个就是油电隔离的一个技术 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就是能够有着一个更加的安全性 第二点就是大家对一台插混车型的一个认知 就是无限的驾程次感是接近于电车的 现在很多车型都是在弱化发动机的一个存在感 那这台车型也是同样的如此 1.5升的混动占用发动机最大功力82千瓦 最大扭矩是136牛米 那它这个功率放在同级别 从价位来说应该是小有优势的 当然了你不可能光只看它的功率 又忽略了热效率 那这台车型它的一个发动机热效率是来到了46.5% 在行业里面应该算是拔尖的存在了 对吧 三电系统这台车型是采用了一个11合1的智能电区 它的效率转换已经是超过了92% 那说完它的一个原生架构 一个好的地方以后 来说一下它整个动力表现 它的电机是160千瓦 262牛米 零百加速是7.5秒 也就是说可以披免四面上那些2.0T的发动机了 再加上我给我的一个好感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整个加速的过程是相当线性的 基本上是随踩随右 真的很接近电车的那种驾驶质感 尤其是我们在测试油耗的这一款是一个溃电的状态 再也没有那种有电一条龙没电一条虫的那种驾驶质感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了 那这点呢还需要再提一点 就是这台车它的一个动力呢是P1加P3还有发动机嘛 就是它的驱动是互为备阵的 这点大家可能不明白 就是插混车型最怕的就是高速的思速问题了 之前呢很多车型也是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那这台车型在设计之初呢 其实就已经考虑过这些东西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它P1加P3还有发动机呢 是互为备阵 而且是可以直接驱动车辆的 那再来说一下 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的底盘部分 说实话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台新建7EMI在我试驾的10-15A的插混车型里面 它的驾程质感一定是上层的 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底盘硬件方面 是采用了一个前迈不幸后一行四年改 那大家都知道硬件是硬件啊 调教是调教 那吉尼呢也算是师承北欧老大哥了对吧 在调教这块它还是有心得的 那首先呢就是整个对于细碎颠簸的一个过滤很干净 而且呢对于那种颠簸挫而起伏入面的一个回弹的处理呢 也是很干脆的 没有什么脱离带水的感觉 那除此之外 就是它更多的感性能够控制 后轮它更多的一个面积 所以说呢 无论是横向还是正向的控制呢 都是游刃有余的 所以我们在沙头过弯变道 或者是做一些紧急变线的时候 整个支撑力还是能够给我们驾驶员提供一定的信心 那我最后再补通一点就是这台车 它的底盘呢是有着22个软性连接啊 软性连接到最后整个车架跟地面的时候 它这个整个颠簸的一个舒适性 我觉得是有提高的 而且啊它的质感是扎实的 是舒服的 那我们现在做的油耗测试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的一个油耗的成绩 那除了它11合1的一个智能电驱系统的效率很高以外 我觉得整台车的一个风阻 还有它整台车的一个外观设计当然也是很重要 那这台车呢 它的一个风阻系数来到了0.288 其实这样的风阻系数对一个SU来说 表现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再加上啊 一个好的风阻呢 它是能够提高一个NVH的表现的 风噪变小了呀 对吧 大家很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台车型呢 NVH表现在同级别同价位 应该是能够风上等的一个水平吧 因为它确实是采用了一个加厚的一个隔音玻璃 还有前仓呢 也是采用了很多的声学包 进行对发动机的一个震动 还有声音的一些隔绝 那会明显的感觉到 无论是风噪还是路噪 控制的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在同级别 那当然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胎噪 我觉得还可以优化 也有可能是我们在行驶这段路呢 路面或许会有些粗糙吧 再加上整台沿海路面呢 风传递过来的声音 还是有点点明显 当然这些呢 我觉得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 我们都希望它变得更好 好了 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出发的酒店 那这一次的油耗测试 跟以往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出了两个结果 那出发的时候呢 102公里左右啊 就是跑出了2.4升每百公里 那回程到时候呢 相同的路线 相同的路况 我们是放开了开 那一共是出了3.7升每百公里的成绩 那这也进一步走着呢 这一台极力银河的新建7EMI 它这套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一个优势啊 确实是相当的强大 那在这样一个原生架构下面呢 这样的表现呢 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在整个市场中的 它的竞争力 那可谓是不强悍的 我们来继续说回到这台车 驾乘质感呢 我们已经说完了 确实是表现相当的出色 也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印象 我觉得一个家用车 设计好不好看 要满足两个点 第一呢 不能花你胡哨 第二个呢 要足够的耐看 那很显然 这台极力银河新建7EMI呢 它是符合了这两个必要的条件 它没有那些什么花泥胡哨的设计 很个性很运动 它没有 它是一个相当中庸的一个设计 但是呢 你是会看得出来 它为了科技感 为了时尚 还有为了一些颜值方面呢 也是做出了一些设计的 所以说这台车型呢 我愿意称它为是一台耐看 越看越好看的车 当然审美不一样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进行一个选择 其实更让我觉得满意的 还是在它的座舱 一定要具置我的一个前提 10万到15万的价格里面 那我们进车看一看 坐进车呢 只需要说两点 一个是设计用料 一个是车机智能 那大家看一下关门的时候 一个舒适性进入 这点配置 那种档次感 一下就提高了 对吧 再加上这一个棕色 跟黑色的一个双屏色 再加上还有它是 大面积的软性材料包裤 说实话 我觉得整个座舱的档次感 还有它的一个精致感 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整体的设计呢 依然是悬浮式的中空屏 再加上一个梯子的布局 这一点呢 是很符合当下的一个 对于车型的一个审美 我觉得这点也是很有科技感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要重点说一下它这一套 PRIME AUTO的车机系统 最重要的是一个 它有一个无界空间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有着相当丰富的生态应用 而且还不用占用 整个车机的内存 还有它的一个下载的一个速率 那所以说它的一个流畅性 还有是它的一个性能 是不需要担心的 那你怎么用 反正不用占用内存 所以它基本上 不会出现什么卡顿 那再加上跟魅族合作以后 它整个车的一个UI设计呀 包括它整个底层的操作逻辑 都完全是OK的 那上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难度 那我在这次试驾的时候 很多人都推荐我 它说这个PRIME AUTO 它的一个音响的质感 是相当的不错 无论是它的低音还是高音呢 我觉得都不错 10到15万这个级别 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音质呢 我觉得是可以给到一个好评的 那除此外 它的其他一些功能 座椅通风加热 无线充电 还有抬头显示 这些当然是具备的 那可见现在10到15万这个价格 你能够拥有这些 还能跳出什么短板吗 这次试驾